妈妈,老师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对啊,怎么了呢? 你要满足我,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 我要吃棒棒糖,火动,麦粒素,冰淇淋 不行,只能选一样 那就吃麦粒素好了 好,那我们现在去买吧 宝贝,我没有看到麦粒素诶 我要吃 别哭,这里有小馒头 妈妈回家,给你做麦粒素 好耶 今天是六一,祝看视频的 你节日快乐,童心永珠 首先准备一碗黑色巧克力 一碗白色巧克力 超市买的小馒头 打开装入碗中备用 起锅点火,倒入一壶生命之水 巧克力装进铁盆里 放进锅隔水,融化成这样 拿出圆形模具 用吸管把巧克力吸进去 再打进模具里 每个小孔里都盯一点点就行 吸的太少,只能涉三个 这次吸多点 吸力不够,吸一半就吸不动了 我们挤掉多余的空气 再来一次 算了,就这样设吧 然后放入旺仔小馒头当麦芽芯 再用巧克力给它填满了 同样的方法 融化白色巧克力 这次不用吸管了 直接上铁盆 这样黑色和白色卖力素就做好了 一入可食用色素 我孩调出了绿色粉色蓝色的巧克力 彩色卖力素完成 把它打入冷宫三小时 准备脱模 用手把它挤出来 还真是跟买来的一模一样呢 拿出卖力素专用盒 把它装进盒子里 这样彩虹卖力素就做好了 哼,哈,我要打败你 宝贝,你在干什么 我在玩恐龙呀 卖力素做好了 快来吃吧 好耶 哇,彩色的卖力素 妈妈,我这辈子都没有吃过这样的 小兔崽子你这辈子才刚刚开始呢 这个里面真正的卖力素一模一样呢 当然,我这个就是如假方换的卖力素了 嗯,真好吃,又脆又甜的 下次再见,拜拜